像我剛剛在走去再走回來 我就覺得整個街道是近空 感覺就很舒適 我相信觀光客來走 也會有這種舒適感 我覺得還不錯 就不會很擠 然後大家撞來撞去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棒 就是因為有時候人潮多的話 這邊會很擠 那如果你有停車的話會更擠 對 因為我們很多這邊遊覽車會下來 就是遊客會下來這邊走 那都會在這邊集合 這邊一定很多人 市政府正在廟口愛三路 30號到72號推動棋樓近空 讓民眾經過這段棋樓 走起來感覺很舒適 市長謝國良也親自到廟口 這個示範點來宣導 呼籲店家和民眾共同來支持 讓基隆更好 我們請了交通處 然後愛區公所 跟我們的環保局 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有沒有看到 後面這一段比較近空 我們現在把愛三路 就是廟口這一條路的 人四路到人山路的這個階段 就是從仁愛市場走到廟口這一段 我們屬於廟口這一邊的 我們希望把齊樓整個做一個管理跟進空 我們希望就是走在這一條這個廟口 這個觀光夜市這邊 基本上讓大家覺得空間是寬廣的 因為以前就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有些機車會停過來 那店家為了擔心機車會停過來 他也把他的店面也擺出來 變成你擺機車我擺店面 然後大家就變成 所以這個明明是騎樓 明明是行人跟觀光客 跟我們本地遊客遊玩的空間 卻變成大家靜香拜東西的一個地方 甚至有擺雜物 我就說我就把街口 路口當做我家的儲藏室這樣 那我覺得這都是 對於基隆來說 這都是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擺設 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今天做一個示範熱點 我們希望就是說廟口 我們慢慢來找一些地方 然後我們來進空這個環境 然後讓大家來玩的時候 看起來乾淨整潔 然後也不會滿地垃圾 那這個就是屬於市容整潔的部分 所以小愛爸爸就是行人友善 乾淨家園市容整潔 我們都希望說 能夠讓大家感受到 基隆是一個很美好溫暖 可是卻又很乾淨的城市 而針對這段起樓進空的示範點 仁愛區公所張貼了多張公告 禁止停放車輛 涉攤營業或堆置物品 宣導期到3月19號 3月20號起將執行違法取締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